张部长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跟他来吃饭知道的 这里的野生甲鱼 是很纯正的野味啊 现在的领导啊 大饭店吃厌了 都喜欢到偏僻的地方吃特色 最喜欢往这山里钻 那天啊 我跟张部长金山 心里招待去山里吃野味 一只活老鹰啊 眨眼间就成了一大碗的老鹰汤 真是残忍啊 哇 老鹰汤啊 我还没喝过呢 好喝嘛 我也很想喝啊 柳叶伸手啊 趁着我脑门轻轻打了一下 别这么残忍啊 我一点都没喝 都让他们喝了 看他们的人态 应该是不错的 柳叶打了我一下 我感觉好舒服 是啊 我知道山里 有几家很不错的野味店 城里人经常不思辛苦 开车去吃野味 听说很多野味啊 野斑鸟 打咽 老鹰 冒头鹰 野欢 改天我们去吃吧 我带着记者部的全体 都去开婚 去你的 柳叶 震动的看着我 包括野生动物 做记者的应该知道这个常识的呀 我是绝对不吃的 你也不去吃啊 我听说很多政府部门的官员都去吃啊 连林野局的都去吃了 他们怎么都不管呢 哎 这年头啊 还不都是这样 林野局的吃野味 公安局的去嫖娼 税务局的开公司的偷漏税 哪里有什么真事啊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着 我们不干 咱们还是做个本分的守法的公民好 脑子里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知道了 最近记者部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啊 柳叶换了个话题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呀 看记者写的稿子的质量和数量就知道了 很多记者的稿子我看出来了 都有你亲自修改的痕迹 特别是从题目和岛屿上 带着浓厚的江峰风格 柳叶笑了起来 什么我的风格 说白了还是你的风格 你看不出来啊 看出来了 我老柳的风格还是有一点点的 从这些稿子里 我就能看出记者部的工作进展和进步 能看出你管理的思路和思维 加油 好好干 我要带领记者部 超越你那个时代的记者部 我已经践踏刘飞时代的记者部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超越你 我要带出第一流的记者队伍 创造出全省第一流的新闻业绩 我要培养出名记者 我自己也要做名记者 柳叶听了很开心地看着我 好啊 江峰 我终于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这句话 我等了很久很久了 我希望你能超越我 我巴不得你超越我呢 我希望你不仅仅是超越我 我希望你能做你这个时代里 圈子里最好的 不仅仅是你 而且包括你的团队 你的团队是第一流的 那么你就是第一流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我希望这一天早日来临 我希望你能快快地超越我 从柳叶的开心里 我感觉到了柳叶对我的期望和厚望 依然是那么殷切和执着 那么真心和热烈 江峰 记住 在工作中一定要有目标 你的事业要有远大的理想 当然 超越我 这是你的现实目标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只顾风雨兼程 去做吧 努力做 为了自己的理想 去奋斗 去拼搏 人生就是要拼搏的 柳叶热切地看着我 你是有毅力的人 你是在大山里垂垫出来的人 我相信你的执着和坚持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困难 可以让人退避 只有一颗破落的心 才会让人走向失败 我了解你 你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只要你不放弃 只要你肯坚持 那你就一定可以成功 你还年轻 你的心和身都还很年轻 我虽然比你大许多 但是 我依然不肯服输 不肯让自己的心老去 人不是因为变老 而停止进去 而是因为停止进去 而变老 其实我这个话 也是和你共勉 我们什么时候 都不能轻言放弃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一样 有人成功 我们可以羡慕 但是更多的是 我们应该看清楚 他们在成功背后 所浮出的汗水 记住江峰 你不能让理想的泡泡 在你的花样年华中 升级又一落 你要放弃那 看似美好的温柔陷阱 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努力的前方 记住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千万别轻言放弃 放弃了 就意味着失败了 柳月好久没有这么 和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听的是弱血沸腾 凝神看着柳月 那白皙的脸庞 温柔而坚定的眼神 柳月 我记住了 我看着柳月 轻轻叹息了一声 你很久很久 没有跟我说过 这样的话了 这不是又开始 给你说教了呀 柳月歪了一下脑袋 其实也不是和你说教 我其实也是和你 一起共勉 我也在鼓励我自己呢 你刚才的话 让我很有启发 很有顿武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工作 旗帜工作 生活中 不也是一样的吗 我承认 对于生活的感悟 我很肤浅 可是 我终究也开始 小微思考了 许多人会在现实中 感到心里受挫 包括我 容易什么都看不惯 而为此苦恼生气 现在讲来 原因就在于 总爱以自己的理想 希望 好恶来要求现实 应该怎么样 别人应该如何 现实往往是 与希望相反的 当现实不安意愿 运转的时候 就受不了 经常抱怨和悲叹 自己的处境 怎么样的困难 命运如何的不济 现实中 会有种种的不如意 让人耿耿于怀 气欲竭心 我现在觉得呀 不应该只是 在那里希望和要求 要求别人和社会 却偏偏忽视了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 认清现实的时代性 规定性 局限性 对 江峰 你说得太好了 柳叶欣慰地看着我 生活是否一定要 花好月圆 才叫称心如意呢 这种犯忌的观念 必定会削弱 你的坚强 智慧 人生是充满艰辛 和坎坷的 生活中的我们 也应该有 这种心理准备 既怀着希望 又能接受 现实的残缺和限制 更重要的是 永远不被挫折所打垮 马克思说过 在框架的限制中 寻求自由 接受框架的限制 就是适应环境 没有适应 就谈不上身心健康 更谈不上 生存的质量 和有所发展 如意之事不常有 不如意之事长八九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一个人 总会遇上不顺心 不如意 以及现实中 难为自己的事情 这个事情一旦成为现实 我们不必沉眠于痛苦中 总感叹自己倒霉 而应该笑着 面对现实 接受它 甚至利用它改变它 现实关键在于 我们怎么去察觉它 我们察觉它越客观 越准确 越积极 做现实给我们的心理挫折 与打击就会越小 就越能适应现实 而积极主动地生活着 这就是现实 对于现实 愚昧的人 总陷入昨天的痛苦中 软化自己的肌骨 明智的人 则看重今天 珍惜生活 赠送的新机遇 我们常常不是失败在昨天 而是失败在 没有很好的利用今天上 熔炼昨天 我们把不需要的记忆忘却 用好今天 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新的 向前延伸的成功亮点 我认真地听着 点了点头 我看着柳越那 凄美的面容 和坚毅的眼神 心里百感交集 柳越的话 字字落入我的心里 让我牢记在心 我知道 生活对于我们而言 恒久而有执着 希望是命运的星辰 只要心中永不延弃 生命的潮头 终会扬起绿色的风范 年轻的我 拥有的是花一般的年龄 中年的柳越 在我眼里 依然是那么柔美年轻 我多么渴望 我曾经憧憬 在人生的渡口 有我们的坚持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纯真 我们的可爱 我相信 所有的梦想 都将不再是梦想 所有的期望 都将跃上生命的枝头 绽放出迷人的心香 曾经我无数次怀想 虽然我们会时常 在庞高的路上摔倒 甚至从半山腰滚下去 但我们不哭 因为山还在 我们的青春和激情还在 那么我们最终 有征服她的时候 我们有最后笑的时候 我多想双手合十 打开心窗 为永远青春的我 和柳越放飞心灵深处 那最虔诚的祝福 柳越看着我继续说道 或许会经历 这样或者那样的苦恼 或许会遭遇不如意 或许我们常常 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找不到方向 当理智 崇敬混乱的情绪之后 我们会发觉 原来一切所谓的烦恼 轻之又轻 极为可笑 所以 我们要坚持下去 坚持走以后的路 不轻言放弃 柳越的话 冲击着我的大脑 尽管彷徨的时候 我有过极为幼稚的念头 令心灵几度毁灭 尽管喝醉的那一刻 我曾经想过浪迹天涯 抛开一切世俗的羁绊 毋庸置疑 冲动只能让自己 变得与现实脱节 只能让自己 布下一个绝望的经历 也许到最后 我会发觉人生 也只不过是如此 只不过如此 所有的梦想 也只能是心灵深处的 美好向往 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爱人 向往的追求 无法否认的是 这种向往 其本身只能是一个 永远无法达到的完美 宛如一副不存在的幻境 想象越多 忧伤就会增量 向往是美好的 也是伤感的 这是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 无奈心伤 刘月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 又说道 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你要活着 因为你要面对现实 尽管有太多的不情愿 尽管有太多的哀伤 梦只能埋藏 埋藏在一处 无人知晓的地方 悄悄地伴随年轮鸣客 最终淡马 也许这就是活着 所以努力去改变 可以改变的 努力去创造 可以拥有的 努力 因为我们活着 并不仅仅只为了自己 而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人 也必定不能成就人生梦想 我的心里一震 是啊 我们活着 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我边想边说 你可以逃避这个世上的痛苦 只是你的自由 也与你的天性相符 但或许准确地说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逃避你本身吗 柳月小小轻轻地摇摇头 江峰 记住 逃避自己 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痛 都是为尘世上的华美而痛着 尘世里的第一朵花儿 吞咽着无尽的寂寞和煎熬 在某个凌晨中 突破生命的外套 开得绚烂美好 尘世里第一声啼哭 经历了母亲万般的痛苦 冲破凝固的空气 犹如朝阳 再来亲人般欢欣的笑颜 生命是挣脱永壳的蝶 瞬间剧痛 瞬间华美 在纷纷扬扬的微尘漫舞里 是母亲的支持 给了婴儿收张歌喉的权力 尘世里第一缕闪光 是被无数泪水洗涤之后 在深夜里穿透了夜的诡秘 所有的人都应相信 奇迹只会发生在 用剧痛交换梦想的过程中 在无数个离别的黎明 傍晚深夜 有多少个痛苦的过程 被演绎着 那些曾经的艰难共苦 疼痛难忍 都将换来这尘世间的出现 我看着柳月 听着她微微的言语 心里思考着 是啊 牛犊反除 是为了补育一个新生的生命 凤凰在烈火中涅槃 是为了得到生命中的永生 春蚕破了坚韧的外壳 为了重新焕发 青春洋溢飞翔的色彩 这些新生的生命 都是为了在生存的过程中 让自己青春的羽翼 飞翔在灿烂的天空中 因为这些万物的生灵之道 与其将时间浪费在 过去的幻想当中 还不如着眼现在 让生命的光环 绽放出应有的下光 物有如此 人何以看 当我展开生命的羽翼 在自由的天空中 搏击蓝天 不过面临了暴风骤雨的袭击 经历了人生许多 黑暗消沉的场景 身上那展翅飞翔的羽翼 也被戳上的千丑埋恐 而我再次打下漫灵 回想娘额头上布满了 人生印记的皱纹 手中还拿着线团 给我编织人生旅途 遮风挡雨的保护衣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的情感 是不是会演射出来 是不是会再次展翅高飞 怀着悠悠寸草心的情思 去实现抱得三春会的感恩情怀呢 柳月继续说 曾经我总是幻想前生的问题 因为我经常梦见自己的前身 我于是找了一个 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 问他关于前世的问题 我问他 前世真的存在吗 他不能回答 只是对我一笑 告诉我说 我可以确定的 是昨天的我 是今天我的前世 明天的我 就是我今天的来生 我们的前世已经来不及了 就让他去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来生 就找我今天吧 前世或许看起来遥远 而不可及 并且渺茫而深奥 但是我总是相信 一个人只要有很好的领悟力 就能找到一些 过去和未来的消息 就好像 我们如果愿意 承认自己的坏习惯 就不会发现自己 在过去走了多少偏邪的道路 我们如果愿意去测量 去描绘心灵的地图 也会发现心灵的力量 推动我们的未来 因此一个人只要很努力 就可以遇见未来的路 但最大的努力 也无法回到过去 所以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现在 其实我很想说的一句话是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前世的梦 还不如活在真实的眼前 真的世人很少对今生 有恳切的了解 却妄图去了解前世 世人也多不肯依赖眼前的真我 却花很多的时间 寄托欲来世 想来真是令人遗憾啊 我默默地听着 用心忌忍 吃过饭回去的路上 刘月对我说道 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突然跟你说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 能明白接受不 我笑了一下 看着刘月 有些话 可能我还领悟不透吧 但是我会慢慢去理解的 确实 刘月最后的一句话 让当时的我似懂非懂 但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 若干年之后 在某一个特殊的场合 我恍然大悟 明白了刘月 当时说这番话的心境和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